李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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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有何意见 陛下 臣思下听闻 武昭一字班至凤琴殿后 神经错乱 实有幻觉 甚至还大叫着 要掐死小公主 皇上 皇上 是谁在哭 是谁在哭 来人啊 一定是鬼在哭 快去把你给我架死 陛下 依臣之见 武昭仪或许是 一时精神错乱 错杀了小公主 按赵统领口供 可判断为 武昭仪杀死小公主不假 陛下 引力极致 武昭仪死罪 这 陛下 陛下 严大人所言有理 陛下 何必招认 苗集下决断 狄大人或许会查出更多的线索 到那个时候陛下再做决断也不值啊 公主的身份金贵本不可以查验 蒋大人不计前嫌 给人家这次行方便的机会 人家感激不尽 狄大人言重了 皇宫防御一事 幸亏你及早发现漏洞 否则万一出了什么事 昊臣我可难辞其咎 狄大人这是在帮昊臣 你我之间何来前嫌 小公主已经死了一天了 为何镜上的痕迹还一直留着 奇怪 按常理说 这掐痕应该随时间的变化越来越淡 颜色绝不可能这么深 难道说 小公主不是被掐死的 很有可能 小公主被掐死 或许只是假象 用来陷害吴昭仪 凶手杀人方法奇特 看来狄大人又跑到难题了 人家 严大人 朝中的形势如何了 别提了 今天要不是我据理力争 吴昭仪 恐怕已经被处置了 他们凭什么呀 那皇上呢 难道皇上没有阻止吗 皇上也是为难 那长孙无忌和楚遂良 在朝堂上咄咄逼日 还有那个李义甫 以前一直是站在武昭仪这边 今天居然临阵倒戈 说是武昭仪神经错乱 失手杀死了小公主 真是太岂有此理了 朝廷斗争一向如此 再朝为官的 有几个不是见风使舵 为求自保 落井下石又算什么 敌人杰 你拒绝在朝廷为官 真是明智之举 蒋大人一直选择中立 才真的是明智之举吧 大大 没想到这个蒋浩尘 如此配合我们 冒着被削植的危险 给我们行方便 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心里还是对他有一丝固忌 人杰 卸下当务之急 你要立刻找出杀害小公主 的凶手 现在朝中还有一个许敬宗 跟我站在一起 可再这样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许敬宗眼里本 竟然敢跟本宫作断 那个李衣服 倒是非常失去 看得透行事 本宫就不信 单凭这两个人 就能够救得了那个妖妇 皇后娘娘别忘了 还有个敌人截 他断案如深 我们绝不能给他太多时间 拿一万两银子 到许金宗府上 倘若他能归顺本宫 本宫就请长孙大人 提谢他为吏部侍郎 还不去 不许会员 不许会员 是 说得太多了 他是吃得太多了 还不可以 哪有 他的 老师 他以后 是要去 都需要送炭 上好的银炭 已经送到了甘露殿 和皇后娘娘的寝宫 你们凑合了吧 走 真是岂有此理 赏宫局的人 以前见了咱们 都是毕恭毕敬的 现在看凤旗殿出了事 请拿这些冒烟的破探 来糊弄我们 真把咱们娘娘当气非不成 气非 气非 娘娘 我不是气非 我 我不是气非 娘娘不是气非 我不是许剑鱼 娘娘不是许剑鱼 我不是许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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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娘娘 我不是许剑鱼 我不是许剑鱼 我不是 我不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朕没与姐姐真叫人烦闷 皇上 有臣妾相伴 您也觉得烦闷吗 皇上 武昭仪在殿外求见 皇上 现在小公主的案子还没有定论 您是不是也应该避避嫌呢 臣妾这样说也是为了武昭仪好 免得她落人口实 是 皇公公 回禀昭仪良娘 您还是回去吧 皇上现在没空见您 皇公公 请再提妹娘通报一声吧 就说妹娘有急事 皇上 今天又输了 皇上 请请让让我 来 下水水呀 皇上 娘娘 老臣也不便作严哪 雨天寒冷 娘娘也小心身体 皇上 赶快回去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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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坐心情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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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许大人还嫌少 王大人 您误会了 并不是银子多少的问题 靖宗身为朝廷命官 这四十年 私下相受之事断不可为 许靖宗 你不要惺惺作叹 别到时候敬酒不吃 吃罚酒 靖宗心意已决 王大人 还是请回吧 咱们走着瞧 老爷 你这样做 不就是与王皇后为敌吗 老夫知道 小公主之死 看起来是武昭仪所为 但是宫里的人都知道 这一次是王皇后要害武昭仪 吾不对王皇后心存忌惮 老爷 你这个时候拒绝她 恐怕会招惹祸端的 夫人所说只是一时的情事 照老夫看来 皇上根本忘不掉武昭仪 这才是根本 而且此案交由敌人节调查 真相早晚会水落石出 到那时 武昭仪受宠 王皇后实事 那是必然的 武昭仪受宠 李大人正在和长寸大人他们议事 娘娘 还是请回吧 你有没有说是武昭仪拜访 前些日子你家主人还说 要提上你想办法 前不久是前不久 现在是现在 姑娘 今时已经不同往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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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ler 武昭仪 你这是去哪儿了 狄大人也是来查妹娘的吗 人家并非是来查昭仪娘娘的 人家怀疑小公主 并非是死于被人掐死 而这凤琴殿 正好是小公主身亡的地方 人家来查凤琴殿 是希望能找到更多有用的线索 那是媚娘多心了 我以为你和他们一样 落井下石 怎么 有人欺负娘娘吗 只是这寝殿住得实在是难受 我去找皇上 皇上却不见我 后来我听见了淑妃的笑声 便什么都明白了 还有李义福 他曾经答应帮我 我去忠书省找他 却也吃了闭门羹 这个李义福 听说在朝堂上临阵倒戈 还说了不少娘娘的坏话 真是个见风使舵的小人 还有 昭仪你放心 咱们可是一起换过难的人 绝对不会像那些 屈炎腹式之徒一样的 是啊 昭仪 我家大大一定会找出真凶 还你一个清白 娘娘 赵宝说 小公主当晚就睡在殿内 人家这就去看一看 这炭炉的炭火 都是那些上宫局的人 姐赵一出了事 就拿这些冒烟的破坛来 狄大人不要见怪 那小公主死的时候 这个炭炉是否就在这里 是的 春寒陡峭 凤秦殿不见天日 我怕它动涨 我就让六月 把炭炉拿得离摇篮近点 小公主 小公主一出生便跟着我受苦 就是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 莫非大大认为 小公主是被炭炉烧出来的浓烟 给闷死的 我也听人说过 这烧炭炉的时候要开窗通风 若是门窗紧闭 人就会被活活闷死的 赵宝说 那天四周的窗户都是开着的 她可以清晰地看到大殿内的情形 如此说来 这凤秦殿的通风良好 小公主 怎么可能因为烧炭而闷死 可验尸结果 小公主确实是窒息而亡 说也奇怪 赵将军说王皇后走后 这里没有任何人进来 若不是烧炭 小公主又是如何窒息而亡呢 会不会 是那个弃妃的阴魂 在作怪 这就是娘娘所说的弃妃 徐劫瑜 对 你们说 这徐劫瑜身姿曼妙 为什么不画她的正脸呢 难道说 她还是个丑八怪 你懂什么 这叫异境 但目送方尘去 更加让人浮想联翩 你们都说错了 是因为先帝有富裕这个徐劫瑜 无言以对 却又难解思念之情 才叫人做了这幅背影图 我一搬到这里 每日便被她的鬼魂缠身 一刻也不得安宁 六月说 自从徐劫瑜死后 这里的所有人便连遭厄运 狄大人 你说小公主 会不会是受此牵连 凤琴殿不详 宫中的人 只不过是借用徐劫瑜 穿凿附会吧 狄大人不可不信 奴婢跟娘娘 好几次都看见了 那徐劫瑜的冤魂 她 就吊死在那根船木上 对 对 六月说的确实都是实话 对 温云 冯金 今晚我们就住在凤琴殿 人家就不信了 一个请殿 竟然能带给人厄运 把华王王洋 都瑛王洋 明月 你看那两个小的 一整天没精打采的 还有那个六月 看上去有点神经兮兮的 该不会这个秦殿里 真的有什么鬼魂吧 放心 有我墨语在 就算有鬼也不会欺负你的 谁用得着你啊 我飞红金 是那种怕鬼的人吗 是啊 你的怨气比女鬼还重 应该是鬼怕你吧 你 就说妹娘有急事 我 娘 我 idol 我 我去捡鱼 我不会成为许剑鱼 我不是许剑鱼 我不是弃妃 我不是弃妃 你不要成为弃妃 我不要成为弃妃 皇上 皇上 你为什么要抛弃我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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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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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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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徐剑鱼又出现了 是不是 我不能成为徐剑鱼 我不是弃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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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徐剑鱼 我在弃妃 我不是弃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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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张怡 姐姐 娘娘 你没事吧张怡 怎么回事 娘娘 你 pasó 赵姨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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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没事了 赵姨没事了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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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你醒了 傻书生 你可真把我们吓死了 我怎么了 难道你什么都忘了 你刚刚在凤琴殿 大叫着发疯 情绪都完全失控了 我在凤琴殿发疯 我都做了什么 大大放心 你没有伤到其他的人 幸亏我和红金及时进来 点了你的驴 我想起来了 我好像见到了 武昭仪说的那个徐杰瑜 我的头昏昏的 我和红金当时也觉得昏昏沉沉 心情莫名其妙地觉得烦躁 所以才出去巡视的 没错 如果我们出去透了口气 才觉得好一些 这凤琴殿 难道真的是凤水有问题 还是 被下了咒 下咒 我也只是胡乱猜测的 我只是看到 你和武昭仪那个样子 真的跟鬼缠神 没有什么两样 大大还记得 我们来皇宫 第一次去凤琴殿的时候 你今晚的样子 就和当时的武昭仪的情况一模一样 我一直觉得武昭仪是心情抑郁 得了离梦症 现在看来 这件事好像没那么简单 这世上根本没有鬼 也没有咒术 这凤琴殿 一定另有隐情 这凤琴殿虽然环境不好 阴暗潮湿 但是 也不至于使人意遇到如此发疯的地步 何况 你只是在里面待了三四个时辰吧 又不像武昭仪那样 长期住在里面 又不像武昭仪那样 难道是中毒 什么毒能让人产生幻觉 这毒又是怎么下的 主上 现在朝昭仪的灵 朝廷中的大臣 纷纷倒下了王皇后眉坊 再加上有个刚正不恶的赵宝 替她作证 王皇后的气更加嚣 如此甚好 一个人爬得越高 帅得便越惨 王皇后一旦倒台 不但太子备废 整个王公贵族 也都会跟着倒台的 那样的话 就没人能阻止本王了 恭喜主上大业值日可待 不过 依属下之余见 朝廷之中 人人都知道是王皇后 杀死小公主的 可是却没有人 愿意帮助五妹娘 诗人多如此 大家都是欺善怕恶 说起来 这个五妹娘也怪可怜的 不过 只有狄仁杰一人帮他 也就足够了 贤帝曾说过 官在得人 独在人多 待本王得天下时 你一定要让狄仁杰这样的 治世良才来辅佐 倘历 请 派对 我 中文字 表达 怎么 如果 有 方文字 出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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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子 你看 这是我们要找的 对 就是这个 就是他 终于找到了 我说是你当初 没有离开摇晃山珠 在这儿待久了 真是不舒服 娘娘好像也病得越来越严重了 我们得打起精神来 万一出了什么事 怎么跟大大交代呢 还记得赶夜寺 五朝一临危不惧的样子 没想到 现在却变成这样 是啊 小公主 当时被纪玄渊冤枉打入冷宫 乖 她都没有如此绝望过 赵仪 休息一下吧 小公主睡着了 别吵醒她 你还我女儿 你还我女儿 娘娘 你清醒一点 小公主已经死了 不 我的女儿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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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否则你的红儿 你的家人 全都难逃厄运 我的女儿没有死 我的女儿没有死 不 娘娘 我们这就把害你的东西找出来 不 不 大大 你找到凤擎殿的秘密了 你找到凤擎殿的秘密了 任何人不可以摘下这幅画 否则会惊动徐劫瑜的鬼魂 我倒要看看 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支撑着这个徐劫瑜的鬼魂 怎么会有这么多草菇呢 这些不是普通的草菇 我刚刚在大理寺查过 《本草经级柱》里记载着一种毒菌 它多生长在梅雨世界的阴暗潮湿处 可以令人产生幻觉 让人精神不振 我昨日开始便一直在这个殿内 所以我怀疑所有的问题 都存在于这个殿内 这张画所遮蔽之处 相信最是阴暗 加上先帝的命令 没有人敢碰的 所以 很难被发现 赵仪每晚都睡在这里 难怪病得如此严重 而外面的宫女只是精神不济 嗯 赶快把这些害人的东西烧掉吧 我帮你 等等 把这些东西收好 以后说别还有用处 谢谢你 狄大人 又救了媚娘 既然是人杰就昭仪回宫的 那人杰就有这个义务 护昭仪周全 只是皇宫里凶险万分 昭仪一定要先振作起来 一开始是王皇后让我搬来这凤琴殿 看来她早就不好举想要害我 这么说来 小公主很可能是王皇后杀的 朝衣 你的贴身士币六月呢 哦 她去上宫去办事了 六月平时一直惶惶惶惶 却没有娘娘这么严重 这六月 不是你的近身士币吗 她确实是我的近身士币 可是因为平时怕他们太过于劳累 所以我救醒之后 就让他们回屋了 这可能也是 他们的情况没有我严重的原因吧 娘娘 今天的事情 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现在是非常势情 为了避免意外发生 还是请娘娘继续装风卖杀 以免打扫精神 大大 傻书生 你们可把东西都收拾好了 收好了 不过你要这些有毒的草菇干什么 你们可否愿意跟我冒一次险 难道我们跟你冒的险还少吗 可是这次会跟以往不同 如果我们失败了 可能会人头落地 尝尚 几宗对嫡大人仰慕已久 早就想到印馆来看望嫡大人了 怎奈宫中正风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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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 chaîne 淫大人又身负重任 surnommaire 政宗不便打擾 还望嫡大人见谅 许大人言重了 人杰愧不敢当 听严大人说 这朝中或许只有许大人 还支持着武昭义 所以人杰冒昧前来 崩万迪大人 王皇后曾三番四次 派王大人给靖宗好处 只是靖宗觉得 这样做有为做官之道 实在不妥 便将其拒绝 许大人为人正直 人杰佩服万分 大人 这个案件 有了新的进展 没想到 皇后如此歹毒心承 只是朝中大臣 大多数都站在皇后一边 怎奈景宗人丹世伯 实在难以抗衡啊 那么许大人 你也加入这些大臣的行列吧 前几日本宫请大人来 大人不来 怎么今天自己跑来见本宫啊 娘娘 靖宗想明白了 俗话说 良心则目而起 良臣则主而是 娘娘乃是后宫之主 太子大母后 靖宗没有理由 不为娘娘办事 你这话 可是出自真心啊 那为何之前又拒绝本宫呢 娘娘息怒 靖宗以前一时的糊涂 以为 因为皇上宠爱武昭仪 不敢得罪他 现在靖宗知道了 那武昭仪不过是指指劳虎 使探李末根本成不了气候 他哪能跟娘娘您比呀 出身显赫 目以天下呀 现在醒悟 也还不算晚 皇后娘娘宽宏大量 靖宗感激不济 今后靖宗当位皇后娘娘 小全马之劳 起来吧 谢娘娘 这是嘉婢小红 做的一手好糕点 靖宗听说娘娘爱吃糕点 特命小红做了一份 带给娘娘您尝尝 好 久不去 绝望 爹 没有 绝望 悔 想不到 你府中竟有手艺如此好的碧云 你府中竟有手艺如此好的碧云 这点心不仅看着好看 吃着也可口 你府中竟有手艺如此好的碧云 倒有些本宫家乡凤凰酥的味道 回皇后娘娘 小红有幸与娘娘是同乡 都是并州齐县人 家乡人都与娘娘为荣呢 这小嘴 说出来的话给做出来的点心还甜的 小红谢娘娘称赞 娘娘如此喜欢小红 请总就把她献给娘娘吧 能够服侍皇后娘娘 是小红三生有幸 好 起来吧 谢娘娘 许大人一番心意 本宫就领了 交进 娘娘 带小红去上宫局 挂名领牌 是 娘娘 这儿子 这儿子 冯昊 戴车 兄弟 又不是临时抱佛脚 应该不会出什么岔子 洪金大大咧咧的 万一说错或做错怎么办 洪金做事虽然大手大脚 但他却聪明伶俐 应该可以顺利度过这关吧 我看你现在对洪金 可是越来越关系了 是吗